据台媒,7月24日上午,林志玲的司机把她载到医美诊所楼下停车场后,接着便独自前往台大儿童医院。 此时,一名穿着白袍的女子出来与司机碰头,司机将一叠资料给白袍女子过目后道别。 根据侦查,林志玲司机所见的白袍女子是台大医院妇产部护理师,也是台大人工生殖治疗团队一员,并担任护理咨询师角色。 因此推测林志玲为人工生殖做准备,若成功的话,有望明年生隔当妈。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。